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托福 托福 特别是今天跟美女在一起 你看眼睛都闪光 跟刚才看徐老师那眼神 两分不一样 笑容都不同了 广美要说今天你这身打扮也是引人 我突然发现你今天就是挺配合话题的 你这身打扮可以做他们说那个紫荆侠女 差很多吧 差很多 他基本上也是这么一个背心什么的 这个你知道紫荆侠吗 我当然知道 今年五月份 今年五月份在香港就已经出现过一紫荆侠了 你说说他怎么回事 就是一身的那个黑色紧身衣的打扮 然后该露的全露了 该包的全包了 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人是行侠仗义的 到处做好事 对吗 送温暖 还有这个穿行在香港的这个深夜 而且夜间咒服夜出啊 实际上他这个打扮就是根据日本的 Cosplay来的 他根据那个动漫里面的一个人物 所以日本政府也都推这个 连他外国省都拿出钱来 举行世界大会 每年都在民国误告一次 所以对年轻人影响非常大 Cosplay是英语还是 Cosplay Cosplay 这四十年的年轻人 到北京了 这个什么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紫荆侠近日说在北京街头出现 就这么一个女的 然后也是行侠仗义 就是给流浪街头的人送军大衣 而且自己拍下照片 但是网友有夸的也有骂的 不过大家一致形成的共识是 对这个季节来说 他穿的实在有点不合适 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北京的紫荆侠女 你看这个送军大衣 来你再看下边 周围人都这个侧目以待 然后你再看他下边 这就是他可能他自己有微博 什么什么东西的 大家说这种打腕做好事的这个女的 叫紫荆侠 从香港到北京 有个共同的特征 说出来不太好听 就是大胸 为什么非要大胸 那这好事 吸引眼球 全面奉献 全面奉献 而且他自个儿 还写这个这个什么 博客还是微博呀 说是什么 穿成这样 其实真的很冷 但是豁出去了 请大家放心 我没感冒 未来会有更多的实际行动 向大家保证 我不会像郭美美一样 最后让大家恶了心 什么的 还烧上一嘴 其实几个月前 我看到香港这单报导的时候 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因为 自己都想当 不是 不是我没有那个本钱当 但我觉得他的初衷 他的初衷是很好的 为什么 他其实有点点在挑战 这个香港政府的这个公权力 为什么 他觉得说 因为你们的这个 你知道有发那个六千块补贴金的事情吗 我知道 你能拿吗 我这穷人才能拿吧 当然不是 只要有香港永久身份证的人就可以拿 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你应该把那个财富分配给一些真正需要的穷人 你怎么能够说因为你拥有那个 这个所谓的永久公民的身份 你就可以拿 李嘉诚也能拿 是 孟光美也可以拿 我还是银行打电话通知我 我说孟光姐 你知道你可以领这笔钱 我到现在我都不敢去领 我还没有想好 要把这笔钱拿来做什么之前 我绝对不敢去领这笔钱 所以他其实他的初衷是为了要提醒政府 你现在贫富不均的问题很严重 你为什么 然后为什么叫他紫禁侠女 是因为紫禁花是代表香港的一个 所以昨天我在看到北京也出现 紫禁女的时候 我现在想说是同一个人吗 但是 这飞机票也不便宜 是啊 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应该不是 对 那这个北京女孩 她应该用一个代表北京的花来命迹 这有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造型 对吧 如果不是这个造型 那没什么可说的 对吧 这个造型呢 那又跟你刚才讲的什么Costplay 有点关系 你可以看看 那么我们组的年轻人找来一些 你看 这是什么 风暴女侠 风暴女侠 是吧 是不是有点壮啊 这个 那美国人这种身材很普遍啊 这个腿啊 无打 对对 像打女 那看下边 这个是日本的吧 不是 应该也是美国的 这是西瑞他们说 原来就是 你看我小时候都没看这个了 这都是比我小的一发人 小时候看的这个动画片 但你看这个形象 小细腰 小细腰 大胸 大屁股 就是长腿 就是这么有关的 我对于这个北京的紫禁女呢 我自己的看法 我会觉得 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跟香港的同 因为香港的媒体一直在猜测 他们而且有点对号入座 就说 那个可能是某某某女星星装的某女星啊 或者是某这个这个高官之后啊 万小姐啊什么 就是突然就拼命的对号入座 但是很多人就自己出来说 真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很佩服他的行为 但真的不是我 然后这个人又以相同的形象 就出现在北京 我就会觉得 其实我觉得你的出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会不会有点点东施笑评 因为他的那个服装打扮 几乎是百分之九十的相似度 太高了 那其实你可以塑造一个 你自己的cosplay 你可以用你 你可以因为他是12月24号晚上出出动的 平安野 你可以打扮成那个现在老婆婆的样子 你这样可以把自己打扮的很性感 让人家高度的注目你 你这个就反映了我们民族这个创意工业不振 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我们连干个这个事情都没个自己的主意 都要跟别人学一个自己的特色 对吧 你说日本人算有独创性吗 那当然他不管是在服装的造型对于演员的包装 那绝对是应该算是 至少在我们亚洲是绝对是一流的 他对明星的包装包括 而且日本就带起一种独一派的这种时尚 对 过去讲就是欧洲嘛 对吗 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日本 照我的眼光啊 日本都弄的都怪怪的 都把这个小孩子弄的 视觉系的 如果讲他的设计 因为他呢 毕竟跟我们一样是东方人 我们的体型 我们的肤色都一样 只是语言不一样而已 但是他既有我们东方的东西 他对于西方的东西比我们学得早 那他明治为新开始 他就开国 那所有世界上 不管是美国的欧洲的好东西 他都拿过来 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的东西 他都拿过去 现在他有他自己的独特的风格 但有些看上去是比较怪 但可能他有超前意识 那我们中国也应该 我觉得这个设计的理念方面 应该跟他们学 应该结合东方和西方的 你刚才讲这个视觉系 你解释解释 其实那刚才就像那个小木说的 因为其实日本人 在长相或体型上面 他并没有太大的优势的情况之下 那你有时候 你这个就是要靠包装跟靠造型 那就是让你视觉的震撼 就是那种视觉就 就是很多那个 视觉系应该是有特定的一群人 就是可能男艺人 他留长发 画大熊猫眼睛 或画大口 红口红 然后涂黑色的指甲 其实我不是很明白 他们怎么样去界定这个 但是他们所谓的视觉系 应该就是让你视觉的冲突性很大的 这种那个 然后女孩可能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 什么那种美少女造型 然后把头发染成那个全部草绿色的 就是让你看了他一眼 你就再也没有办法把你的眼球离开他了 所以我明白了 东方人的面孔 日本人的招 最终和中国人的招 都是同一招 就是勾脸 就是唱的 你像唱京剧的 为什么要画花脸 你这么讲 我才能明白 就是中国人这个脸 长的 这个小鼻子小眼 稍微离远一点 就像面团 你知道吗 所以哎 你什么时候见西方的歌剧他勾脸的 他没有吗 他就是真人的脸 因为他脸呢 轮廓大鼻子大嘴 什么的他他轮廓鲜明 你知道吗 中国过去唱戏的 你看为什么要画花脸呢 他要不给画成这样包工啊 画画画成这样 十米开外分不清 谁跟奸臣中臣 长什么样都看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日本人可能 这你讲的是戏曲方面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日本人 他们真的是更全民运动 你记得刚才那徐老师我们在下面聊天的时候 还给你讲述到那日本女孩大光腿的事情 看着日本好多女孩下雪 她穿一小短裙 就像那个动漫人物里面那样子 头发扎了两个小便 然后穿了小短裙 光着腿 穿一双穿一双雪地靴 徐老师形容为雪地中的一段白 腔腔三连行广告之后见 小木刚才很迫切的在问 不是讲一夫多妻吗 不是 讲起日本的这个女孩子 我们就很感慨万端 对 日本有这个一夫多妻的 还真有 合法吗 合法的是什么呢 它叫类缘妻 类外的类 缘分的缘 叫类缘 男人赤马 他在法律上是承认的 因为他有四次的婚姻 你像日本有个很有名的叫 君导一郎的一个设计师 他有前妻 有小孩 还有他内缘妻 有一个也有小孩 或者因为他死的时候 又为了封财产 在日本当年是 应该是20000年时候吧 拉了很大 全国的大型 你说他的前妻 是履行了离婚手续呢 没有离婚 没有离婚 还是他的妻子 在法律上 他有个内缘妻 内缘 就是内部的缘分 对 他是通过登记的 法律给登记的 给登记的 所以他也要承认 他的这个法律的事实 他又想移民日本了 移民日本 对 先后选择过很多地方了 什么伊斯兰国家 什么的 非洲国家 我跟你说 一夫多妻这个问题 好像是想聊这个 就说我想搞 我跟你讲实话 我没有能力 不是说行不行的问题 我就觉得 有个事 他就没有想清楚 这个话题 其实也不太好说 因为 他关系到的是少数人 咱们这个社会 一向觉得 为少数人的事 你就算了吧 可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 少数人也挺冤 因为什么 就像他讲 你看我都第一次了解 日本还有这么个内缘 其这么个制度 怎么说呢 我就觉得 这个 人呢 很虚伪 因为 有一件事情 我要讲 就是说 对这个一夫多妻妻 我不是支持不支持的问题 我是说 一件事实 你必须看到 不管在什么地方 不管在什么时候 你要知道 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一夫一妻的 没错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就是说 不管你规定什么 你比如说中国古代 说是一夫多妻妻吗 90%的老百姓 也是一个人 只有一个女人 一个老婆的 那么你又没想过 这是为什么呢 养不起啊 对啊 攻不起啊 你没有能力 我就跟你说 即便今天中国宣布 万分大家一夫多妻妻了 事实上会出现什么情况 事实上 90% 甚至是更多的人 你还是一个人 一个 而且呢 会有更多的男人打光棍 对 财富分配 也没那么多了 财富分配不均匀 女人分配也不均匀啊 那你说你财大气粗的人 你一娶娶80个 那可能就有79个 男人因此而娶不到老婆 是 是有这个问题 是 但是呢 我跟你说 你现在犯的这种思维方式啊 就是过去我们批评的那种 宏大叙事的思维方式 就过去我们看什么现象 我们老会说啊 如果允许吃冰棍了 那全国人民都吃冰棍怎么办 这是我们经常的一种管制部门 有这么一种思维方式 但实际这种假设啊 就像我说的 它从来不会存在 你比如说 而且 而且事实上你看啊 就是他们讲 一个这个动物界到人类社会啊 有一件事实没有改变过 就是较有实力的男人 嗯 他就会平均占用比较多的女人 或者占用这个女人最佳的青春期 对吗 你比如说有人说了 说西方没有搞这个空间上的一副多期 就同时拥有几个女人 可是朱别林能结七八次婚 而且结七八次婚都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对吧 小莫能够有八个老婆结了六次婚 是吗 我说六次婚姻四个女 你看 他事实上也是一副多期啊 他是时间上的一副多期 你明白了吗 这个事实没有 哎 我这么说啊 可能这个女女女人权利男男女平等 那个可能听着不乐意 但是我跟你讲 我真正的观点是什么 在理想的社会 未来吧 在理想的社会啊 如果有事实上的一副多期 我们应该宽容 就像 如果有事实上的一副多期 我们也应该宽容 不管是几副几期 我们都应该宽容 是 但是你不要讲说在未来理想的状况 但事实现今社会就已经有一副多期了 很多国家现在还是保有一副多期的 但是像我我我从十几年前我开始跟你做节目 你一直就鼓吹这个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到现在 OK我渐渐的被你同化了 就说这个是存在的事实 你们不能一副多期 你就保二奶三奶四奶五奶到八奶 事实 那我就觉得伊斯兰教 他可能是 他都坦诚 对他不但坦诚 而且他是有明文规定的 你可以一个人娶四个老婆 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 你必须提供给四个老婆相同的待遇 无论是在精神上 金钱经济上 你都必须要提供相同的待遇 这时候就更难度很高 是吧 这难度就很高了 你知道的有一回这个马来西亚那个报纸上 他们因为他们也有回教 他当成好人好事来宣传的 就是一个老公说 我怎么样对我这四个老婆平等相待 我们都是相敬如别 我觉得真是风俗习惯 不一样 那人家还有一土耳其人 这一辈子娶了十几个老婆 是什么孙子都有八九十号 他说如果时光倒流的话 我真宁愿用这些所有的老婆们换一个 我真爱的老婆就行 没错 你知道我 我真正想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太虚伪 其实呢 这个问题是这样 一夫多妻啊 并不值得羡慕 很多很多人的经验 告诉我 他如果有选择 如果能再来一回 他就是宁愿跟一个真正相爱的人 好 哪怕好完了 再跟另一个 好 对吧 就像小牧一样 对吧 很浪费时间 也很浪费时间 很浪费时间 所以你更愿意 你可以谈谈 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所以我 我为什么接六十 我是同一个人接他三次 如果说我一直没有离 一直是 就找到 找准他了 那我觉得那我很幸福 就因为不幸福才有分和离 分和离 因为人呢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财产也是有限的 没错 而且呢 你要干 除了女人以外 你还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一个人的存在 不是只是为一个异性而存在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 如果让我再重新活一遍的话 我真是 我真的只愿意找一个人 所以我就到最后 就找同一个人接了三次 我真的 我不是在这发誓 我尽量 我应该不会再离婚 应该是这样 应该不会再离婚 所以你看 也已经连过半百了 也没那个精力了 是 忙不过来了 也忙不过来了 实际上呢 我就说他 他这个事情啊 就是说 我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呢 要给成年人生活的选择呀 以自由 其实真正说 有人要这样去做 最后的结果也许不好 但是呢 他可以去实践 他可以去碰壁 对吗 但是呢 我觉得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啊 我可不是老关在阳子的想法 什么一夫多妻 我哪怕你一妻多妇就行 但是在我认为在未来的文明社会里 一个成年人 不应该因为他对个人生活的选择 而遭受歧视 嘲笑 八卦 这个道德观怎么样 但是你是 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想法是 所有人都可以这么做呢 还是只有少数人可以这么做 还是只有男人可以做 女人不能做还是 你这有一个限制吗 理论上我的理想是彻底放开 谁爱干嘛就干嘛 只要是成人自愿不违法 不要伤害别人 对吧 当然这些按现在法律好像就违法了 是吧 千千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听到中国军队的声音 印度第一艘航母正式下水 隔潜艇入役 美军说中国航母未成战斗力 2012年印度抢先部署航母 击放军六艘潜艇变队突破印度洋 美的中央国交特医区军图办事周三 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一直在期待 像个小孩 重回天生的自在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青水湾 白景公寓独栋 全球发售 船长千年量造工艺 历尽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化 红花狼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当然 我作为凤凰卫视的主持人 是吧 我的言论是要有约束的 对吧 我公开我不能说我支持什么 一不多其志 私下里呢 咱领说 对吧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很多生活的选择 好像你觉不觉得老是让人觉得 受外人的影响 外人的干预 因为我看到有些人 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人家自己家里的事情已经够烦了 每个人 而且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人 你说这世界上连小木这样的人都有 你 他他很传奇的 就是什么人都有 你怎么外人能够去插嘴 人家别人的事 比方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是问题有争议 你比如说有一个女人 那么他的选择是这个这个 这个宁为玉碎不为法权 没有我理想的 我独身 我也不妥协 但是另一个女人 他的人生选择是这样 他觉得这个男人我实在太爱他了 这个男人实在太好了 我宁愿跟别的一个女人分享他二分之一 对我来说也好过我找另一个百分之百的男人 那么我请问你